特朗普和詹姆茨的虎队之前引来了全美关注,大批名人和超级的,选择站在詹黄身后,力挺NBA第一人,对此,库里也在今天站了出来,他同意要为詹姆茨说话。 库里指出,斯朗普之所以攻击詹黄,是因为他有种族歧视,他始终在提出这些说话很有泛量的黑人,而詹姆茨是在为了正义发声。 另外库里还指出,詹黄是很多人的雕杆,不过对于库里力挺詹黄这件事,网友们并不是很关系,他们更关心的是,随着詹姆茨来到西部,一个联盟所有人梦想中的场面,詹库连线。 有机会第一次成为现实,从球风上来说,库里是和詹姆茨最匹配的超级,他的无球能力绝对顶级,拉开空间和三分能力也是联盟头一号。 而詹黄最喜欢的就是突破分球,两人如果能合作效果会非常惊人,但之前他们分别是东西部票王,这点没法实现。 不过现在,詹姆茨来到西部了,票王肯定只会是他两中的一个,到时候就可以选择另一个人了。 勒布朗来到西部,反而让詹库连线成为现实,这可能是皇帝带来的最大惊喜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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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